這台呢 它是全新改款的引擎 那主要是它的後座 前車主應該是沒什麼在做的啦 我覺得 幾乎沒有什麼使用的痕跡 哈囉 大家好 我是冠心車業的家瑋 那今天呢 要跟大家介紹一台 小型的SUV 那它這台車呢 它沒有很強大的特色 可是卻在很多人的家庭中 它是一個很實用的角色 就是這台2017的Levina 這台呢 它是全新改款的引擎 加上第四代的XCVT的五段變速箱 它的平均油耗呢 是來到了16 它的最高馬力呢 是115匹 那最大的扭力呢 是17.5公斤米 那它的外觀方面呢 有比上一代更銳利的 就是它的這個頭燈啊 然後這個下面的設計 會比較年輕運動化一點 那我覺得它最強大的特色呢 是這個 它有這個 全側標配的行李箱 這個是真的可以放行李在上面的 所以如果對我們小家庭啊 要出去玩 要去錄影都很方便 下面呢 全部都是有防刮材質 那它的行李箱空間呢 它是六四分離的 然後如果六四傾倒 全部傾倒的話呢 可以到1555公升 那我想要先強調它的後座空間 除了這個後座空間很寬敞之外呢 那主要是它的後座 前車主應該是沒什麼在做的啦 我覺得 因為你看它這個 就是幾乎沒有什麼使用的痕跡 然後發泡免也沒有 比較凹陷的情形 那它前面呢 就是一個很簡單的設計 一個一些很簡單的影音功能 然後包括它的冷氣也是用轉的 沒有恆溫 我覺得它就是 取向於說 在一般的小家庭就是 省睡精 然後輕鬆保養 也沒有什麼太大的問題 那這台車呢 說真的 是沒有什麼太大的特色 可是 在一般家庭裡面 它就是一個很實用的角色 不管是空間啊 還是它的油耗 然後都是 我覺得都是非常的 CP值非常高的 那我們這台車呢 目前的售價是35.8萬 那如果你是看 SUM的賞車往來的呢 那我們特別加碼 就送你一個安卓機 包含前後行車記錄器 就至少我們有一個 倒車堅引可以使用 就是也比較 要安全方便啦 那它目前的里程呢 是10萬公里 那如果有興趣的朋友呢 那我這邊有聯絡方式 然後再歡迎你跟我們聯絡 實在就是 SUM